市区的武林这本书中 唐维璐先生曾经说过 行育拳的练法和打法不一样 练的时候是身子催手 用的时候是身子追手 练功的时候为什么要三催 以批拳为例叫三催 腰催肩 肩催肘肘催手 是从根节往外一节节的发力 蹬腿转腰 送肩整体的这个劲出去 这是能把对方打出去的 是诱导我们练出正确的发力 而用的时候就不可以了 用的时候三催就太慢了 而且搭手容易被改变方向 当我们搭上手之后 如果你再转腰转肩 对方稍微一拨 就把你这个方向给改变了 这就太慢了 你真正和人实战的时候 离得稍微的远一点 你再一动 这就叫有欲动了 你先动肩膀再出拳 对方一拍 一拍就给你缓击回来了 实战的时候应该手先动 伸法跟上 所谓身子追手 唐维璐先生叫身子追手 先把手递出去 先把手递出去 对方挡住了 这时候继续再打 我们现在是什么 我们想搭手控制对方 但是对方一拨 我们被拨开 我们搭手搭不上了 我们搭手反而处在一个被动的状态 但是我们现在三体是没有捧进 对方横拨下压 能很轻松地改变我们打击方向 我们现在动起来就没有装了 所以身子永远追不上手 实战搭手 无非就是我先递出去 然后装弓立刻跟上 对方再拨 拨不动 我再改变对方 是不是 那行翼拳要求的是什么 对方一拍 你接着三体是就撑上去了 立刻就撞进去了 但是如果是对方再压 你身体撑住了 这就是三体是 你顺着就打动对方面门了 对不对 所以这叫身子追手 我们新录制了一个免费的体验课 用两根手指头就能检测出来 你平时练太极拳 练行翼拳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是免费给大家的 欢迎加屏幕下方微信 使用行翼的拼音获取 但是我们现在正确的装弓 已经接近实传 大部分人的三体式 经不住上下压迫 左右横拨 手腕的力量 自然在实战中 更加无法应用 正确的技术 已经濒临实传